三個月 Yo What's up 沛隊 我是劉沛 Pierre What's up 美隊 What should they make it 今天 拉迪奧斯還有拉迪奧斯 終於出現了 YA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到底用哪一些寶可夢 所以拉迪兄弟 是這樣講嗎? 最有效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這麼期待的話呢 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 就會讓我最新的影片 Pokémon GO 好 那我們當然先跳進來看 我們的Pokémon 現在所有東西還是8-bit 好像8-bit是到4月7號就會消失 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有一個選擇 就是讓我們一直選擇這個8-bit的 前六名沒有什麼改變 只是我的夥伴現在變成暴鯉龍 因為想要說之後的一些任務 會需要糖果啊 然後需要進化 利羽王到暴鯉龍 所以就把它變成我的夥伴 這個Gaioka 其實它還可以繼續強化 但是我是想要我的超夢 CP是最高的 所以應該目前不會強化 這幾個寶可夢 看孵蛋這裡呢 剩下6個2公里 正在孵出1個2公里 那些2公里蛋活動已經結束了 所以待會刷的一些Pokestop 應該會是有5公里跟10公里 那我們先放個幸運蛋 然後刷我們今天第一個Pokestop OK 還是2公里蛋 這個是之前我有完成的優惠 那這裡說捕捉3個黑暗系 第二個任務是說要打敗一個團體戰 然後第三個任務是要抓3個火系的寶可夢 特殊的話呢其實也差不多 要中10個Great Throw 所以這個就很接近 今天還沒有拿到我們那個Stamp 啊 忘記我要弄Great Throw 喔 10個Great Throw 好 剛好 OK 抓了我們今天第一個Pokestop 也是Great Throw 所以剩下一個Great Throw 就可以完成第二階段夢幻的調查 旁邊其實已經有一個Ladias的團體戰 但是只剩下4分鐘而已 所以很快就沒有 但是待會這裡半個小時後要孵出來 這個我們應該可以過去那個方向 沒有那麼遠 所以我們可以往那個方向走 OK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旁邊 是因為美根還沒有抓到這個Mawwile 所以想說在這裡可以團體戰 給美根抓一下 那這個是很簡單 我剛剛呢已經完成這個特殊的調查 所以先拿我們的Reward 那上一集有問大家 如果是有經驗值的話 我用幸運蛋是不是會加成 我剛剛有拿到我的經驗值 然後有放幸運蛋 所以會加成 Yeah 2000個星塵 20個籃球 Incredible Evidence of Mew 大家都已經知道是夢幻 OK 好 現在它需要 要訓練師等級15 然後要攻擊道館兩次 然後要打團體戰兩次 那剛好我們現在在團體戰這裡 就進去 And go 4個人怎麼這麼多 Mawwile很簡單 還有4個人 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頭目有改變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看到一顆星的頭目 他們所有都會有機會 可以抓到色違的 這個很簡單 你看它CP才9403 OK 好 好 希望色違的 Oh 822 2 raid 然後贏了1個 raid Shiny Oh No Shiny Oh No 不是 不是 Oh It's bad throw I got a great throw I got it Is it new? That's it Yeah 是新的 Yeah Finally 我這個IV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現在剩下攻擊兩次的道關 然後參加一個團體戰 所以我們現在要往這個團體戰去 就在旁邊 剩下10分鐘 團體戰 Let's go 美根 你餓嗎? Yeah 那我幫美根買東西吃好了 用不了 壞了這個 Sorry It's broken OK 好 想說去團體戰前告訴大家 到底用哪一些寶可夢 對Ladius最有效 看旁邊這裡 牠正要孵出來 Ladius 牠好可愛 首先我前天有在我的FB PO說Ladius還有Ladius 終於出現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有關注我的FB的話呢 記得要關注 因為在那邊會告訴你們 最新的寶可夢的新聞有什麼 在他們官方就有說 Ladius跟Ladius出現 從4月3號開始直到5月9號 現在是歐洲區、亞洲區 都會有Ladius 北美區、南美區 還有非洲區的話呢 就是Ladius 那到5月9號的時候呢 牠們兩個會交換 所以5月9號 亞洲區跟歐洲區 還有應該是澳洲區 就會有Ladius 然後北美區、南美區 還有非洲區就會有Ladius 所以現在大概是一個月多一點點 都會是Ladius 之後就會有Ladius Ladius它最好的紀念組 普通劍就是龍蜥 特殊技能就是逆鱗 遇到的Ladius 完美IV是1929CP 如果是有天氣加成的話呢 就是2412 那天氣加成是起風 我們先來看看 哪一些寶可夢對Ladius最有效 首先看到的就是龍鼠系的 對牠非常有效 所以像烈空座啊 快龍啊 跟爆飛龍這些 那烈空座跟快龍 我相信應該很多配對都已經有 再來就是超夢 那再來是班吉拉啊 Gengar啊 然後當然Ladius跟Ladius 這兩個也是龍鼠系的 所以對牠非常有效 再來就是Fairy 妖精鼠系還是什麼 妖鼠系對牠也有效 另外蟲鼠系也是對牠很有效 冰的黑暗鼠系對牠非常有效 所以像剛剛這個班吉拉的 對牠有效 我會建議大家是用龍鼠系的寶可夢打牠 如果Ladius的特殊技能組是逆鱗的話呢 比較不太推薦用龍鼠系的 像快龍啊 烈空座 或暴肥龍這三個 除非你很想要傷害力很大 那基本上用這些就OK了 因為Ladius其實是比較容易可以打敗 Ladius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Ladius的攻擊比較強 另外Ladius的技能組也會比Ladius好 好 那我們去旁邊抓這個Ladius Let's go 好 我剛剛完全沒有時間 我一進來 牠只剩下10秒或20秒 所以我沒有看清楚 到底牠的技能組是什麼 我就隨便用一個 牠們推薦的寶可夢 但是我不知道 官方有沒有公開給大家 1896還OK 8 當然先用個金色莓果 然後Ladius的話呢 這兩個都可以鎖圈 不像洛奇亞的時候 不像洛奇亞鎖不了 其實牠還蠻好丟的 一個 兩個 兩個 喔 我想要我第一次抓到牠的 所以因為牠有鎖圈的話呢 等牠攻擊再丟 對丟的傳說寶可夢 不太熟悉的話 我會推薦像這種的 牠會往上下 等牠下來再丟 會比較保守 牠一直不下來攻擊 必須要有耐心 OK 完美了 這個完美了 完美了 完美了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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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哥 妳得到了 喔 美根妳得到了 耶 OK 那另外大家 如果你有鎖定Excellent的圓圈 但是一直中不了 我會推薦把圓圈大一點 弄成Great 如果Great還是中不了 那把圓圈弄更大 Nice 啊 哇 一個 兩個 Oh my God Why does it always feel like I'm gonna get him But I don't Ladius跟洛奇亞有一樣的問題 牠一出來的時候 每次攻擊好像會往右一點點 不太好 我開一下AR 看看牠會不會往回 Yeah It's back in the middle OK Excellent throw Excellent Excellent 一個 This one I feel it 兩個 I feel it 啊 Nice throw 總比沒有throw好 一個 兩個 但是大家要記得 如果開AR關掉之後呢 本來鎖定的那個圓圈 牠會reset一下 所以大家要記得 如果有reset 你在弄成你想要的size 當然不行 I'll just try it There 沒有任何throw 沒有任何throw 我現在Excellent throw完全不行 我現在丟得很不準 非常不好 OK 最後一顆球 大家記得我每次最後一顆球 都會鳳梨果 所以 啊 Doddy's going to Excellent throw 來吧 Doddy's going to go Doddy's going to go O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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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an Ohh Bye Bye 好 像美根剛剛說的 沒關係 慢慢來 因為現在沒有雷達 我們都不知道 到底哪裡有傳說寶可夢 我先拿一下這個 Flame Reward 好 那我要打兩次盜桿 就可以完成第三階段的特殊調查 跟我一樣沒有抓到的話 沒關係 慢慢來 好 來 下一步步 我們就試一下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到旁邊 這個 我希望可以抓到 等Ladias要孵出來 當中呢 想要跟大家說 最近呢 Sightings Nearby 有改變 先來看看 旁邊這裡呢 其實第一個會出現的 就會你附近的影子 所以你還沒有抓過的寶可夢 有影子的 牠會先出現 然後接下來就是接近你的 所以比如說 我們先看第二個好了 就在我旁邊 但是如果影子的話呢 因為現在寶可夢就知道 你還沒有抓 所以牠比較重要 所以影子的話 其實是比第二個遠 所以你看 雖然牠非常非常遠 但是至少現在 Nearby比較有用 你還沒有抓過的寶可夢 會先出現 另外 先稍微跟大家解析一下 Ladios Ladios的話呢 牠最好的技能組是 龍蜥跟龍爪 完美IV 是2082的CP 如果是有加成 起風天就是2603 那Ladios會比Ladias更難 所以牠們有推薦 大概6到7個人會比較好 Ladios牠最好的技能組 如果是普通技能是跟Ladios一樣 龍蜥 但是牠的特殊技能組 最好的就是龍爪 所以兩個都是龍屬系的 Ladios牠是龍屬系的 所以最好就是找一些龍屬系的技能組 會比較好 那看看對牠最有效的是什麼 有一點點的改變 壞龍 再來就是牠自己 Ladios 班基拉 超夢啊 蜘蛛 我還蠻驚訝 為什麼牠沒有暴飛龍 還有烈空座 因為牠們兩個也是龍屬系的 傷害的話呢 就可能龍屬系 Ghost 冰屬系的 妖屬系 還有Dark 蟲屬系 這些對牠非常有效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guide 沒有烈空座跟暴飛龍 但其實烈空座也可以用 因為牠是龍屬系的 而且牠是最高的攻擊力的龍屬系寶可夢 所以如果牠有日光樹的話呢 第一個選擇就是龍屬系的 所以像快龍啊 烈空座這些 如果牠的特殊技能組 牠是龍爪的話呢 那就比較不太推薦龍屬系 所以像我們亞洲區啊 歐洲區啊 跟澳洲區啊 這些 我們到時候5月9號就會有Ladios 但現在審視一下Ladios 剩下三分鐘 好 那我們慢慢等 也要換一下地方 想說這個一直震動 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你們 丟一下垃圾 OK 好 現在這裡有20個人 然後呢 終於可以選到我想要的隊伍 全部龍屬系的 寶可夢 我一開始還是想要用一下我超夢 因為牠的特殊技能組 是鬼系的 那這個當然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只是希望可以抓到 美根其實已經抓到 然後牠也沒有團體券了 牠就來後面 謝謝美根 不會 加油 啊 怎麼這麼快 牠一個特殊招式 我的烈空座就死了 OK 碰它 好 我們要1929 你能住在哪裡 好像很高喔 8顆球 這個機會很難 不是色違的 加油 1919 這個IV超高的 好 我這個一定要有耐心 啊 我猜你害怕我 我猜我猜我猜會是 我猜我猜會是 一個 一個 兩個 永遠 因為這個那麼高 我還是等牠下來 攻擊完 我就丟 這麼困難 怎麼這麼難中 一個 兩個 我得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的影片 很多時候我都會叫很大聲 然後牠每次都 OMG 好大聲 我猜我猜我猜 我知道 我抱歉 但是這次就沒有 啊 喔 我沒有用心語彈 沒關係 沒關係 Ladius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不是Hepa Thunder 不好的技能 但是 Wonder HP 攻擊 這重要 我看看牠IV有多高 嗚呼 這IV93 這個太好了 OK 這個一定要保留 這個IV超級棒 超開心 終於抓到了 而且你看 因為有8bit 牠超可愛 我覺得Ladius比Ladius更可愛 但是牠比較沒有像Ladius 這麼有用 牠沒辦法放在道館裡面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看 牠的攻擊是不是15 剛好這個 牠的攻擊 攻擊 然後XC 所以是15 我們做到了 所以今天非常成功 今天有抓到Ladius 美根也有抓到Ladius 現在有連續四天 所以剩下三天 看到到底這個盒是什麼 另外 我這三個田野調查呢 都是可以預見到寶可夢 所以下次 我要抓三個火屬系的 三個蟲屬系 然後打五次的道館 看看到底這些寶可夢 會出現什麼東西 順便跟這個一起打道館的時候 拿這個 然後就會過了第三個階段 因為今天有換我的夥伴 所以夥伴還是暴雨龍 等級還是Ladius 36 美根 你覺得新的研究 你每天想要玩玩嗎? 比較有趣吧? 下一支影片禮拜五會上傳 想要知道是什麼的話呢 記得關注我的IG還有FB 在那邊都會PO最新的寶可夢 然後最新的影片啊 任何東西都還在那邊 當然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讓我知道 以下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記得訂閱 其實訂閱也不確定會看到新影片 要按鈴鐺才可以看到新影片 所以記得按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影片 不只是訂閱了 那當然今天還有一個問題 最近有三個 Psychic寶可夢出現 你們比較喜歡Ladius Ladius還是夢幻 哪一支呢? 為什麼? 以下留言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Pokémon STOP You need to subscribe and hit the bell So do we change it? 那是不是改變最後